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的頭顧 高富杰 禮拜一的行情 哇 可能受到了什麼 GDP的一個調降的影響 今天又在創了應該說 創了萬點回檔以來的 一個新低價位 那相信在這個過程當中 今天繼續下跌的過程 很多人是擔心又害怕 不過股市就是這樣子 現在很多人就是說 這個地方還要再下跌 但是有種種的跡象 應該是說我們在看盤的過程當中 雖然我是一個看長空架構的人 但很多人最近會問我說 高副總 奇怪了 你從高總放空下來 為什麼這陣子你好像 你是做翻多了 怎麼不再放空了 人家說現在放空真的很好賺 真的是這樣 我等一下告訴你原因 很多人就是 可能高檔我叫你放空 你都不相信 來到這個地方 有人說趕快空 拼拼空 結果很多人就太相信的進去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之前我告訴你也是破底之路 當大家都驗證之後 我認為這個地方應該是有反彈的機會 那到底這個行情的規劃會怎麼走呢 我今天要好好跟大家講一下 來 今天創了破端性低 但是重點來了 今天的量出現不到700億 應該說從2月以來的新低量 我們俗稱窒息量 那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把空單回補 因為很多的事情你要看得懂 就是說空頭是下跌 1 2 3 4 5波 好是5波 是5波的下跌 好 這個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Sense吧 出跌段 這叫出跌段 5波後會有一個反彈 那這個反彈叫什麼 我俗稱逃命波 會逃命波 那逃命波來到這位置上面尷尬 你要去做空嗎 他會有彈喔 那會有彈你在這裡放空嗎 你去思考一下 那當然我選擇我要空單回補 要空 要空當然等反彈上來再空嘛 好 要空要在這裡空嘛 來到這位置上 下次空點在哪裡 我等一下告訴你 好 那5波末端會有一個反彈 好那再來這下降線型 下降線型通常會是反彈的前兆 再加上這個季線的覆乖離太大了 有沒有太大了 會修正 再加自息量 俗話講 小量放空口袋會變空空 頭上會變空空啦 對 低量的時候你去放空他 基本上他很容易就會急彈 那為什麼會低量 也代表一件事說 基本上賣壓並不重 看起來賣壓並不重 雖然這個大盤今天是在破底的 但是要告訴你說 通常反彈之前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叫量縮 量縮是整備反彈的前兆 也就是反彈之路的前兆 你要懂 量縮自息量 今天這個自息量 今天這個自息量 是反彈的前兆 好 那接下來會怎麼走 來我先跟你講 跌了四個多月 四個多月 你說可能馬上反轉嗎 不可能 反彈波會有這樣子 你聽好了接下來怎麼看 它會是 這個 打底 它會是震盪打底 會是震盪打底的階段 因為跌了四個月下來 跌了1700多點 你說馬上漲不可能 它會打底 再開始進行反彈 打底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上上下下 其實 那個打底的階段 就叫做反彈的開始 那當然 訊號就是量縮 所以來到這個量縮的位置 它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震盪的格局 那當然你要注意 偏多思考 我們說搶短多 為什麼這一陣子來 從這個點 開始我要把空單回補 在7月底 我這個位置上空單回補 是因為 這個叫融資餘額 最近大家會看說 融資餘額創了新低 融資餘額創了新低 來請教你 如果現在要去放空的話 你會面臨一個問題 融資餘額下降 創新低 有一張支才有一張卷 你現在去放空 你會面臨一個問題 你要不到卷 為什麼 大家的融資在下降 根本借不到卷 根本應該說 跟卷券公司 要不太到卷了 對不對 再一次 如果融資很高 當然你要卷 當然比較好拿得到 但是現在融資是怎麼樣 一路的下降 就像這個位置上面要空 融資很多啊 很好空吧 但現在來到這個融資下降的時候 要卷根本借不太到了 懂嗎 掉不太到了 你去問你的正面公司的營業員 你要看空哪一檔 欸 真的不好掉了 真的不好掉 為什麼 因為融資在下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回答了很多的投資朋友的問題說 為什麼高福總 你在這裡放空 那為什麼來到這裡要補空單 你不空了 因為融資大幅下降之後 對放空者而言 最近會有一個困擾 就是融資下降之後 融資下降之後 它不容易有融卷讓你空 懂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這裡要先回補 那什麼時候可以空呢 當然當融資開始增加的時候 就像這裡 那就有卷啊 那通常什麼時候會增加 就是彈上來的時候 彈上來大家心心恢復的時候 閃會又進場開始追的時候 融資就上來了 好 那個時候呢 卷就有了 所以我回答很多的投資朋友 可能是我的忠實觀眾說 高福總 最近我們不放空了 有時候 我會幫我們的會員考量很多問題 現在去放空 對 我們雖然這一陣子來 下跌過程當中 這地方要卷很容易要 這陣子公司要卷很容易要 那我們也空了這一段之後 當你看到TPK 重挫之後 當你看到聯發科 今天還在破底啊 但是你現在才空會不會太晚 會不會太晚了 要空就要空在這邊啊 不是嗎 至少這邊除休開始空嘛 好 所以呢 該放空的時候 我絕對會帶你空 該放空的時候在哪裡 五月的時候我跟你講說 來啦 這個當時還在9700 9800這個地方放空 很有快感齁 在這裡啊 空下去很有快感齁 對啊 那好 你下次要空的人 當然 我認為基本上會是一個逃命波 我剛剛講了喔 我搶短都是為了有一個逃命波 下次要空 在這裡的時候 我會帶你空 而且我會空 會變最弱的股票 到時我會帶你空 最弱的股票 你有沒有看到TPK 是不是最弱的股票 零發科是不是最弱的股票 沒錯吧 TPK 最弱的股票 是不是 一路破 沒錯吧 那現在咧 因為呢 我要帶我會員做要幹嘛 我們這一段 累積獲利之後 累積下來之後 當然要繼續往前進啊 我之前跟大家講 基本上獲利是靠累積下來的 這個累積呢 就是一步一腳印的 20% 20% 慢慢的一步一腳印 把累積下來 不然100萬變到200萬 那不是一步登天啊 甚至有人說要賺幾倍 那個 那個啊 那個也不是一步登天的 要一步一腳印的 那來到這個位置上面 如果是一個打底期的話 先進入打底 那有了股票 領先打底會上去喔 會上去喔 那 我要搶轉多嘛 好 短進短出 短進短出 目的是什麼 當20% 短進短出 20%累積之後 是不是很快 五檔累積 五次操作 累積下來很快 就變100%了嘛 所以這就是我的初衷 我為什麼現在要搶短多 挺挺好 它叫逃命波 那逃命波 你這個地方空太早了 真的太早了 要空 要跟我們當初在兩三個月前空 那才是最漂亮的點 但是現在咧 好 有人說 那要等你放空喔 要等多久 你先來跟我做短多吧 而且短多非常好賺 而且呢 短進短出 短進短出 目標設定20% 20%真的 操作五次 短進短出的五次 100% 它不是口號 它真的可以達到的 來今天為什麼會下跌啊 原來是大家看到的這個 GDP 主技術上禮拜五下午公佈的GDP 砍到1.56% 這個重大利空 讓今天的股市基本上下跌 好 你看到這一則 我要跟你討論這一則之前 好 來 這個主技助長講了這句話 因為啊 全球景氣 復速力道減緩 電子產品的固存 人區化 加上 中國大陸供應鏈自主排擠 你有沒有覺得這句話 似曾相識啊 它講穿了就叫紅色供應鏈嘛 它講穿了就叫紅色供應鏈嘛 不是 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嘛 我告訴你的嘛 哪一檔 首要代表是什麼 就是聯發科啊 今天在破底嘛 今天在破底喔 263元 從500塊跌到263 哇 吐血 所以你看到這則訊息 你會覺得好像是有點落後 我們在之前在 三四個月前已經告訴你這些了 現在是落後的 那 我認為啊 很多人說 看到這個訊息會很害怕對不對 看到這個再看一下 要保二落空 今年GDP 砍到1.56第三季還要再 還要更長 哇 之類的齁 前一陣子不是 金管會不會要查凸音嗎 喔沒錯啊 前一陣子金管會不是說要查凸音嗎 我跟你講啊 你敢查才有鬼 因為最大的凸音是誰 最大的凸音是什麼 就是政府啦 就是政府啊 沒錯吧 我跟你講 這個訊息是在8月15號 14號 事隔6個月以前 聽好 6個月以前 政府怎麼講的 2月16號公佈的齁 2月16號公佈的齁 那你看到這個之後 如果你是股民 你看到說 經濟增長不錯耶 不錯耶 政府官員喊說 我們上萬點 我們會上萬點 我們經濟真的很好 GDP真的很好 沒有烏雲真的 會上萬點耶 那很多人 就因為啊 政府講了 調高上 上調經濟成長率 很多人啊 跳進去 你看 從這個地方 破還到萬點 有沒有 這一段啊 迫使了很多人對政府很有信心啊 進去買股票啊 買一托阿庫啊 就是因為政府講話啦 官員講話啦 結果咧 欸 跌了1700點下來 放這個利空 這不是凸印嗎 凸印是誰 要不要去查一下內線 我有時候要為股民發聲耶 你要不要去查一下 誰在上架洗手 凸印是誰 臨死股民的是誰 現在要臨死股民是誰 金管會 你敢查政府嗎 欸 你做官的 要保官位 怎麼可能查政府啊 誰敢查啊 我有時候真的會替股民有點 感到難過啊 跌了1700點下來 這個地方 放 經濟成長率很好 欸欸欸 政府官員是 是經濟 應該有經濟學家吧 啊為什麼 當時還要調高經濟成長率咧 哈 是圖利誰 當時在圖利誰 還是你要出貨 你幫誰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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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跌了下去之後 股民受傷產生之後 你現在要幹嘛 你放這個地方要幹嘛 你現在要幹什麼 是不是要去查一下 你敢不敢辦 有時候股民真的很可憐啊 我有時候看到這個我很氣氛說 當初幼石散戶進去喔 8500 9000以上 進去追的啊 就是政府喊話啊 啊 啊經濟數據說 做得漂漂亮亮 為什麼現在差這麼多咧 起碼這些 做官的 公務人員 應該有考過高補考吧 做商的 應該也有考過一些經濟的 經濟的一些考試吧 為什麼沒有辦法 準確掌握出來呢 那為什麼我可以告訴你說慘了不對了 好那結果跌了1000点 這裡利空怎麼辦 所以股民真的 我覺得蠻難過的 因為 雖然 雖然 我們放空這一段 我們可以獲利 我們真的是獲利 這個把它放在口袋之後 但是很多股民現在是 只能講難過啦 套牢了怎麼辦 甚至是已經不相信政府了 可能用選票 明年用選票 去推翻現有的政府 可能有人這樣想 但是基本上我認為 基本上問題還是要解決 那雖然這個股市還是走空的話 你如果持股問題不解決 或者是你套牢的錢 要怎麼賺回來 我覺得是你現在最著急 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怎麼做呢?基本上我認為 我下個階段來告訴大家該怎麼做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叫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不會資本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專業的投資 固德投資 用心 用心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資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 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过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润态进攻 创新建筑 假山林城上城 壮丽若城 城屋玉寿府 大户轻松住 20分钟直达台北101 长庚正对面 金店面开放逾越 假山林城上城 对线城路 2431-5858 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大钱炎一 大家知不知道这位这号人物 日本的一位应该说还算名人 大钱炎一基本上是一个趋势的一个看的经济战略家 那这本书叫低智商社会 然后基本上他讲了一句 他帮你进入低智商社会 这个讲的实在有点白 他讲了一个东西 有跟大家分享 他说因为集体不思考 他就举个例 比如说 现在一般人看到说 吃纳豆对减肥有帮助 那你就会看到说 对哦 看到市场上那个纳豆就开始抢购了 大家就会觉得说 大家为什么不思索一下 因为媒体讲什么 一讲出来 大家就一窝蜂的就这样子 就像前一阵子 风灾过后 两个油桶不是歪歪的吗 歪歪的 一堆人就在那边 跟着油桶照相 你听得懂意思吗 其实就是说 大家有集体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呢 基本上最近也发生了一个状况 就是说 当你看到GDP砍到1.5了 很多人说 哇惨了惨了 惨了 GDP不好了 就会一窝蜂 会一窝蜂 但是呢 基本上你要知道说 理性看待就是说 好 这个利空不是就是 这一段下跌的利空吗 那不然为什么会跌这一段 1700点 好 为什么跌这一段 所以你要理性思考 就算要跌 它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 具备即将反弹的一个 或者说至少先进入打底之后 做一个逃命波再跌 好 那这一阵子来 很多的股民可能会受伤 说实话了 真的 我碰到的人都会问我说 搞不懂 我头脑要怎样 我真的输得很慘 哇 哇 我刚才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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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有的股票可能不會漲 那有的股票就是震盪 那你要想辦法去做差價 做來回的一個短進短進的差價 怎麼做差價 那是一個重點 那我一直跟大家講就是說 在這個反彈波 這一波下來我們放空 基本上是隨便 一放空真的隨隨便便 20%的一個目標 就很容易達到 那當然基本上只要被我空到的股票 其實那個空間都還蠻大的 就像聯發科的 哇 破底 TPK有破底 檔檔都跌 那最近呢 我把空單回補 因為說實話最近的 融資下降對要融券是不容易的 你要聽清楚 如果現在有人說趕快來跟我們放空 我跟你講 你要小心那是一個叫做花招 吸引你來的花招 真正會放空的人一定在高檔 有融資有融券 要幾張有幾張的時候去帶著你放空 那當然最甜美的那一段 我們都已經把它放在口袋之後 接下來要進行另外一個比較高竿的策略 叫搶短多的策略 那個搶短多在那個差價過程當中 其實啊 我們剛講的那個20% 20% 誒 說真的這個差價 搶短多的差價20%其實還蠻容易的 不難 而且速度會非常快 做完這檔20% 一檔做完20%之後 誒 再換下一檔 那為什麼 因為它是輪流打底輪流上漲的股票 那接下來什麼股票會彈 這種 領先有人吃貨的 它絕對會領先彈 那這種股票基本上呢就有個特色 不斷的破喔 不斷的破喔 好 最近大盤在 今天還在破低對不對 大盤今天還在破低對不對 但是有的股票早就領先大盤 8到13天 不再破低 再打底喔 那個領先打底喔 代表一件事就是說 股票它不會直接F轉的 F型盤轉是很難的 尤其是在反彈波 它會打底 打底之後才開始一波 哇 那一波就跟你講喔 第一個呢 領先打底之後 它會領先突破月線 好 領先突破月線之後 再去修正跟季線的復國愛理 哇 不要小看這一段啦 不要小看這一段啦 這一段的速度會很快 這一段速度呢 很容易就會讓你達到 20%的一個%數 一檔20% 如果100萬一檔20% 好了齁 再換下一檔 又20% 欸不是40了 好 一檔一檔 因為為什麼 反彈波是輪流反彈的格局 這一波說完了 賣出換下一檔 我問你 好啦 差一點這一次 有人虧損到50%啊 好 就像TBK這種 或連趴可以這種 你要怎麼賺回來 那個50% 你賠掉50%怎麼賺回來 我現在教你一個方式 是 我可以帶你做的方式 就是利用這種 20% 20%反彈波 一檔接著一檔 換一檔接著換一檔 累積下來 不要講50%啦 五檔操作下來 累積下來100% 你還倒賺 你會變成倒賺喔 那不是 當然這個反彈的一個個股 都有一個特色 為什麼 因為我要買就要買最強的 彈的速度非常快的 你要有一個方法去搶那個反彈 有的不會漲 今天有的還在破體 那你去搶它 不對啊 對不對 當然呢 哪一些股票 我一直講喔 有些股票真的就符合了 我已經幫你整備好了 就像這種 下跌出量 有人在接 在低檔了 那它打底已經成形了 有沒有 這已經翻上來了喔 因為這種有背離之後 就會往上彈上去 這是其中一檔 再來 下跌有出量 對不對 好 再來 它已經打到底部 為什麼 破破的過程上 背離的 接下來就是往上大漲 這隨隨便便 隨隨便便20%不是問題啊 而且時間會很快 這一檔 做完再換下一檔 很快 你這樣run你的時間 你那個50% 賠掉50% 不管你宏達電 賠掉50%怎麼 怎麼run回來 當然不是做宏達電 而是 你怎麼想辦法去把那50%賺回來 才是重點 你不用去管做什麼股票 你只要知道 50%怎麼賺回來 才是重點 這檔股票也一樣 哇 下跌出量 沒錯 這個底部 破破的過程當中 背離背離之後 底部也打出來了 大盤在破底 這幾檔股票 都沒有在破底 所以呢 就是我現在要去搶 反彈之路 搶短多的一個標的 當然 20% 20% 它是一個情緒漸進的一個方式 當然呢 做股票要穩健 我一直標榜 當初你有聽很多人說 要賺多少錢 都要買股票了 帶你賺倍數了 現在都掛了 現在你有沒有被欺騙的感覺 基本上我不欺騙人了 我希望我是用我的專業 一步一腳一 並穩健的帶你操作 當然呢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賠錢 我剛講了 如果賠50%的 我們就把它賺回來 甚至還倒賺 但是呢 如果你有經濟壓力 我推一個叫分期方案 分期專案 當然先用少少錢 讓你賺回來之後 你再補後面的尾款 當然 我需要你做一個動作 就是跟我們夫人做一個聯絡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期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來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快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 1111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 擁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部會資訊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並自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 可以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不是說好 你要一輩子在一起的嗎 你怎麼可以離開我 對 對不起 我讓大家看見 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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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